你敢相信,这就是我们两届CBA联赛MVP的表现吗? 没错,这就是我们的CBA的61分先生王哲林的表现。 先看第一球,赵瑞持球突破,用一个漂亮的低手高打板,可惜球没打进。 王哲林轻松抢到篮板球,面对空篮,王哲林用他的MVP级别的表现,准备用一记自己柔和的手感,用一记高打板将球打进,结果没进。 结果回过头来,就被对手打进一记,追身三分。 这球如果换成东丹霸主杨正都进了。 第二球,黎开尔运球,王哲林战术性的顺下,黎开尔人到球道,面对空无一人的禁区,本来可以爆破终结,可王哲林偏偏想要打2加1,用一个上篮,结果尴尬的再一次没进。 这时候,裁判都看不下去了,直接吹了个体毛犯规,大王也是真硬气,小规不要,用二发零重会赢裁判。 第三球,王哲林虎顶持球,霸气的三不上篮,杀到篮下,面对必进的禁球。 再一次上演黄右手,没能命中,回过头来,立马被对方打成2加1。 最后王哲林防守端的各种骚操作更多,真的不愧是我们CBA联赛的两届MVP啊。